如果你說全總股 三八八其實都是近期焦點的 因為通常都是市好 它應該都會跟著好 還有看到好像越來越多 IPO又再出回來了 三八八你又看是否可以呢 三八八其實現在在那個叫做 有些掙扎位的 因為有些因素其實 看似好像很好 但原來出來又好像不好 為甚麼這樣說呢 譬如舉個例子 其實三八八有三個因素 大家現在要留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每一天的成交金碼 究竟可不可以延續到大成交 例如怎樣為之大呢 其實現在一千億或一千億 都叫做小成交的 如果每天做到千四千五億 流上我們才叫做滿意 或者叫做做得不錯 所以就要看了 現在就介乎在這些之間 如果升市大都叫好一點 因為升市的時候 都做到千六千七億都有的 所以我當這個factor 我當OK先 第二個factor就是新股 究竟新股這裡 因為現在其實你看到近來 都可能叫做多一點 尤其是高高X 雖然跌了下來 大家本身就預期 終於有隻香港的獨角獸上了 然後大家就想著抽爆它 最後又跌了下來 所以本身大家預期 好像很好 最後現在又好像跌了下來 大家變成會不會 接下來那些又不是太那麼抽呢 就算中海股回歸也好 所以突然間又好像 沒有想像中那麼理想 於是這幾天就突然下降了 第三個factor就是 之前其實報章也有報道過 就是LEEP事件那裡 就是因為取消了LEEP交易 有一間公司就提高 就說會不會可以取消這個決定呢 所以那邊又不知法律風險那邊 所以其實現在叫做 除了港股行指升了上來 那308就叫做戴頭 現在暫時有個突破 究竟這些因素會不會纏繞住呢 其實我這裡覺得是一半半的 剛才要市好配合 譬如說成交要很好 然後中海股回歸大家要很踴躍 然後還要不要大跌 我覺得要這樣的情況下 廣交所才會上去400元的樓上 但是暫時我自己覺得 隨著大市可能跟著大市先走 就是說會不會突然間 好像以前那樣跑贏大市 我覺得暫時沒有這個因素在這裡 是